那当然富是个好性 正好是在新春佳节 也祝大家富贵圆满 我知道的景姓这个姓的故事 应该是和天文学有关 景是二十八凶宿之一 景姓有一个来源 跟二十八凶宿 除此以外它还有别的来源 景这个姓很少见 我印象中就没有见过姓景的人 不知道这个姓是从何而来 景这个姓确实不多见 但是在陕西景姓就不完全是个小姓 它出过好多著名的历史人物 当然兄弟民族当中也有景姓 段姓倒是非常常见 我在我印象当中 比较多的一个段姓 来于金庸的天文八部 当时段宇 但是我突然发现在段宇 在历史上真的是确有欺人 这个问题这位观众朋友 您最好直接去问扎先生 也就是金庸先生 钱老师您好 父姓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姓 是富贵富裕的意思吗 那当然富是个好姓 对吧 正好是在新春佳节 也祝大家富贵圆满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之 井 段 富 今天的百家姓 我们开始讲井姓 井姓不太多 大家平时见到的机会也不多 它的源流大概主要有这么五种 咱们分一下 第一种 出自江姓 是炎帝的后代 但是 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 井姓 主要是取 很吉利 很吉祥的意思 作为姓氏 为什么 因为周易里边 我们都知道有六十四卦 井就是其中一卦 而井的意思是什么呢 取之不尽 所以在古人看来 这是寓意着风产 寓意着子孙繁衍 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字眼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来源 来源于江姓 但是取吉利的意思 第二个源流 来源于姬姓 周公第四个儿子 刑侯之后 这个好多学者注意到这个人 注意到刑侯 他后面就有一个后代 名字叫锦利 就已经开始姓锦 所以他非常古老 第三个源流 源于春秋 是以封地的地名 作为姓氏 春秋时期 如果有一个大 被封到一个地方 叫锦义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这个锦义是今天的哪里 我们不太清楚 它的爵位是博 所以称锦博 这个人的后代 就慢慢的用封地的地名 锦 作为自己的姓氏 这是第三个来源 第四个来源 非常有意思 锦姓 和另外一个今天也非常罕见的姓 叫百里 同中 这个话说起来略微有点长 周代的时候 江子牙 咱们也都知道 这都民间传说当中的江太公 江子牙建立了齐国 而江子牙的后代当中 又有人到渝国当了大臣 当了大官 被渝国国军封为锦义的首领 这前面我们讲到过 讲到过 这个第三个前面讲到过 被封为伯爵 他的子孙 这个锦伯 子孙的子孙了 就他有个后代 叫锦西 这个锦西 后来到了秦国 到了秦国以后 就被秦牧宫 封了一个地方 叫百里 这个地方就叫百里 所以 他慢慢又叫百里西 而百里西的后代 百里西本人非常有名 百里西的后代 就以封地为信 世世代代 信百里 所以锦性和百里 这两个性 是同一来源 换句话说 第四个来源和第三个来源 实际上有相当大部分的重叠 甚至可能就是 如果真要往前推 就是一个来源 只不过后来百里这个性 是比较复杂 那么既然锦和百里是一个性 那么很多人也认为百里 信百里 那也跟锦是一个来源 其实未必 所以第四个来源和第三个来源 略微有一点区别 就在这里 第五个源流 源自于蒙古族的姓氏 蒙古族里面有好几个姓氏 好几个部落 比较大的 后来都用锦 作为自己的汉姓 那么从它的历史的分布 和迁徙的角度看 锦氏 主要起源于周代的渔国那一带 提到渔国 我们大家前面讲 别的姓氏的时候都提到过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大致在今天的 山西平路这一带 渔国在后来 被静国灭掉 那么锦伯的子孙 就封封北上 封封外迁 有一只迁到了今天的 陕西新平一带 另外一只 迁到了今天的河南南阳一带 在秦汉时期 在陕西新平 和河南南阳 已经出现了两个 锦氏的旺族 人都比较多 明朝 大槐树移民 这我们经常提到 大槐树里面也有锦氏 锦氏也是一族 或者一批人 或者几个人 我们发现 从明朝开始 台湾 这样的南部的省份 也已经出现了锦氏的人群 清朝 康熙 乾隆以后 我们都知道闯关东 北部中国的很多贫苦的民众 开始进入东山省 其中也有锦氏 所以今天 锦氏在全国的分布范围 非常广 而最多的是辽宁和陕西 换句话说 经过那么长的历史的变迁 那么多的变化 锦氏依然顽强的保留了 作为一个北方姓氏的分布特点 所以它还是在陕西 辽宁这一带最多 锦氏也涌现出很多 值得我们尊敬的 了不起的人物 照我在节目当中 都做了介绍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前文中解读百家性之 锦段副 锦这个性很少见 我印象中就没有见过 姓锦的人 不知道这个性是从何而来 锦这个性确实不多见 但是在陕西 锦性就不完全是个小性 它出过好多著名的历史人物 当然兄弟民族当中也有锦性 我知道的锦性这个性的故事 应该是和天文学有关 锦是二十八星宿之一 这是我所知道的 不知道对不对 锦性有一个来源 跟二十八宿有关 除此以外 它还有别的来源 但在历史上 锦性也涌现出很多 值得我们尊敬了不起的人物 照我在节目当中 都做了介绍 锦性在历史上 我们知道也出过一些名人 但是鉴于记载的不多 我在这里要为大家介绍一位 是在结束 中国两千多年帝制 换句话说 也就是在结束 清政权的 这些革命制使 这些先辈们当中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姓锦 我们不应该忘掉 这位锦式的杰出人物 他就是锦悟 木 锦悟是陕西同门会的领袖 他的同胞兄弟 包兄叫锦悦秀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曾经镇守陕西渝林 当时就陕北这一片 都是锦式在那实际控制的 所以号称渝林王 现在的锦性在陕西 分布比较多 其中就由锦式兄弟的后裔 锦悟木 他最早自文冤 是陕西浦城县三合乡人 1888年出生 在辛亥革命当中 锦悟木积极奔走 被孙中山先生 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 孙中山先生夸奖他 是西北革命的巨柱 像一个柱子一样 支撑起西北的革命 锦悟木年幼的时候 非常聪明 好学 志向远大 1903年冬 锦悟木只有15岁 就远渡重阳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历史潮流 大量的人到日本去留学 1905年8月20 在日本加入了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 同时他特别想赶紧回到家乡 去创建同盟会 所以他向孙中山先生 请求回国 孙先生被他感动了 被这样为少年自私感动了 所以同意了他回国的请求 回到陕西以后 锦悟木就在魏北各县 宣传同盟会的纲领 秘密发展了三十多名成员 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 辛亥革命前夕 我们知道陕西的反清的浪潮 汹涌澎湃 这是于锦悟木的精心策划 积极奔走分不开的 他回来建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以后 1906年 他后面打开后面两三年时间 1906 1907 1908这样段时间 他又两次回到日本 除了读书以外 又在那边 比如在1907年2月 锦悟木又一次从日本回国 他还专门到南方去拜见了 王兴和邱景 了解革命的方法 了解革命的思路 然后又回到日本 向同盟会东京总部的负责人 这个老一辈人都比较熟悉 这个名字吴玉璋进行了汇报 所以这个锦悟木 一直在这个 清末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 孙中山先生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但最后我们都知道 而袁世凯最后夺取了这个革命的果实 1915年12月 袁世凯准备称帝 当时反援的浪潮席卷全国 蔡压将军 这大家都知道 首先举起一旗讨员 而景乌木当时在上海 就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辛亥革命时候 雄志武等商定反援 随即赶到云南 参加反援斗争 他担任过参谋 前敌总指挥 在四川的卢州 旭府一带斩战 后来为了撤印 陕西 他的反援护国斗争 景乌木又回到自己家乡 陕西 当时 就是在袁世凯死了以后 被婉系军阀 段祺瑞的一个手下 叫陈树帆控制 所以景乌木十分气愤 联系了好多革命志士 开展反对陈树帆的斗争 所以他最后 是因为在反对 晚系北洋军阀的斗争当中 在31岁那一年 被当时靖国军 内部的一个败类刺杀 年仅31岁 景乌木之死 让当时的很多革命同志 感到非常的悲愤 在历史上很著名的 于幽润先生 老先生 他就说 天乎何信 坏我长城 大家都认为 他是革命的长城 孙中山 护法大元帅府 特证景乌木为陆军中将 明令褒奖 张太炎先生 这是著名的学问家 也是著名的革命家 为景乌木 撰写了木之名 所以这个人我们不应该遗忘 景氏 根据2006年的数字 在全国信息排行榜上排在第278位 而30年前的1987年 是217或者18位 换句话说 在30年里 景氏的人口 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 排名在下降 下降的还蛮多 将近下降了60位 现在景氏人口大概在19万左右 还不到20万 所以是一个不太大的姓氏 段这个姓 生活中有很多姓段的 我也有很多姓段的朋友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是个大姓 这位观众朋友 您的感觉太对了 您的感觉很明媚 段姓排进了前100位 也就是我们是按照人口数牌的 那么排进前100位的 这个姓氏的人口 基本都在200万以上 当然它是一个大姓 段姓倒是非常常见 我在我印象当中 那个比较多的一个段姓 来源于那个金庸的天空八部 当中的段姓 但是我突然发现在段姓的历史上 真的是缺有其人 这个问题 这位观众朋友 您最好直接去问扎先生的话 也就是金庸先生 历史上段姓在云南大里面是国姓 这是没有问题的 出现了很多在民间传说当中 或者在历史记载当中留下痕迹的人物 我在节目当中也都尽量做了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不妨沿着金庸先生小说所提供的线索 去追踪一下 您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接着警信 那就是一个要比他大得多的信了 段姓 段姓 它的原初主要有原流一 说到原流一大教我往下一说大家都知道 出自基信是春秋时正武功的儿子 贡书段的后代 贡书段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 我们很多人读过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里的第一篇是什么 郑伯克段语也就是这个段 贡书段的子孙后来就以贡书段里边的一个段字 作为自己的姓氏传了下来 这个就是河南段氏 段姓一支支分得很清楚 原流二出自封地 是段干木的后代 他的封地 以封地为市 根据史记 《老子列传》里边的记载 老子之子忠 他的儿子忠 后来成为魏国将领 受封于段干 人称段干木 所以段干木是老子的儿子 你看 老爷子是这个中国道家学派的鼻祖 段干木 他的后代 后来就分成两个姓 一个复姓 段干 这个后来用的不多 慢慢的都简化成一个单姓姓氏段 这就是三西段氏的来源 这第二次 第三次 出自先卑族之后 西晋时期 先卑族里边 有一个部落首领 是非常著名的 叫谭石淮 在他之后 有一些首领 叫段无穆成 段匹迪 等等 你看 都以段 作为自己的姓氏 但是我们想来 这应该是兄弟民族的义音 翻译的音 但写成的汉字是段 那么这个因为一直是很重要 在先卑族里非常重要 当时他们这个领地有三万家 分布在辽宁西部 慢慢的逐渐汉化 逐渐融入到汉族当中 所以就以段作为姓氏 这个就是辽西段姓 换句话说 辽西段姓 有先卑族的血统 先卑族这个民族 今天不在56个兄弟民族的名单里 这古代的一个民族 袁流氏 这个读金庸先生的五大小说 读很多这种书的人都会看到 云南断氏 断王爷 武功很高 大家都熟悉 云南断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 是比如云南蛮断氏 这是鉴于古籍记载 说魏莫断言莫满 代为求帅 什么意思呢 魏莫 这样一个时间在北魏莫年 有一个叫断言的人 生活在蛮族当中 沫 沉默在 静默在蛮族当中 后来就一直在那里生活了 所以慢慢慢慢 他变成了这个蛮族的头领 变成了求帅 所以他的后代曾经当过云南斥氏 但这个断言本来是哪人 是甘肃武为人 但是因为好 知之孙孙好几代生活在南方 当时叫蛮族 这是对兄弟民族有一种贬低的看法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用这种词 他就后来就一直生活在云南的少数民族 或者兄弟民族当中 慢慢慢慢的 他倒不是汉化 他是当地的民族化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一支云南里边的断氏的来源 他本来是来自于甘肃武威的 第二次来源 那么后晋时期 白蛮人 这是另外一支白蛮人 断氏平 创建大理王朝 白蛮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今天我们重要的兄弟民族 白族的祖先民族 叫白蛮 白 那么大理王朝大致相当于 当然实际上都有些出路疆域 今天云南省 大理 白族 自治中一代 这个断性 是其国性和大性 对不对 所以云南有两支 那么还有一个源流 源于其他的兄弟民族 我们知道满族 土族 苗族 甚至德昂族 这是人数比较少的兄弟民族 其中都有断性 早期的断性 在陕西甘肃一带繁衍 后来也以这两地为主签地 往四方扩散 西汉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五威 出现了断式的定居点 形成了五威郡 郡王 我们前面讲到断延 就是来自甘肃五威的 后来到了云南 魏晋南北朝之际 当时战乱 所以断式就开始比较 迁徙就比较紊乱 就开始各处的居住 这时在北方各地 甚至南方都开始出现了 零零星星的断式的人口 唐代 断式依然在北方发展 这时候很多人开始当官 主要居住在陕西西岸 和河南一带的断式 仁丁兴旺 家族庞大 其中 木中时期 唐木中时期 段文昌出任了宰相 所以这一字当然很重要 而约略同时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云南的白蛮人 段式平又创建大理王朝 一直统治这一代统治了317年 大理王朝有317年 所以段性在云南 异军突起 发展非常迅速 今天在云南的大理 在白族当中 段性依然是大性 今天的段性 分成两大块 一大块 北方的山西河北 第二大块 南方的四川和云南 这四个省的段性 占了全国段性人口的 大概60%不到 换句话说 段性的人口分布 依然比较分散和均匀 它不像别的性 一个省占了30%40% 它没有 在全国分布比较均匀 段是大了性 历代人才辈出 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 段干木 战国时期 魏国人 他曾经求学于子下 是子下的弟子 与田子方 李克 吴奇 大家想 这都是非常著名的人 李克 有名吧 吴奇有名吧 都是魏国的才士 他不是诸侯 不惨媚 受到魏文侯的进座 历史上留下一个佳话 说魏文侯 出门 坐车 嘎嘎嘎嘎车 只要经过段干木的家门口 段干木在家里待着 门也不开 这个魏文侯 贵为一代国君 都要 他站在车上 前面是个士 扶手 坐车要抓着的 他一定要 扶在前面这个和幕上 表示恭敬 威望很高 声誉很高 这是鉴于记载的 比如前面我们也提到过的 段匹迪 段匹迪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是先辈人 是现在这个段氏大家族里边 有鲜卑血统的 那一批人的杰出代表 段姓 是一个大姓 排进了前100位 在2006年 排在第81位 人口数 大概在270万种 根据我的了解 无信应该和鸟有关 我只要发现一例 我就敢说这件事情是有的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之 无无交 前老师您好 父姓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姓 是富贵富裕的意思吗 那当然富是个好姓 对吧 正好是在青春佳节 也祝大家富贵圆满 我怎么看到富姓 就想起咱满族有一个富察氏呢 请问这个富跟富察氏有没有关系呢 满族是不是有这么一支呢 有 满族取汉姓当中 不止富察氏一支 取了富作为汉姓 但是富察氏相当多的富察氏 以富作为自己汉姓 蒙古族里边也有用富作为自己汉姓 我前面讲过 兄弟民族取汉姓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嘛 都愿意有一个吉祥的 美好的 富足的 有这样含义的字来作为自己的汉姓 那么富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我觉得东北姓富的挺多的 因为满族都是从那里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还是请钱老师讲讲吧 东北姓富的比较集中 富姓比较集中 相当一部分是满族的富姓 断姓以后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姓氏 富氏 富有的富 他的源流也很有意思 源流一源于姬姓 是周湘王时候大臣 富城的封地 那么这个富城 是周天子的亲戚 在朝中地位很高 很有权势 直言敢见 不必权贵 因为他不怕 他这个来历硬 他血统高贵 他本来周天子的亲戚 所以当时人很称道他 因为他的封义在富义 就在富这个地方 所以后代他原来叫姬成 他是姬姓嘛 后人就称他为富城 富城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他这一支宗族非常了不起 因为后来啊 富城为了保护周湘王 后来发生动乱 周湘王遭到攻击 周天子 他率领同族数百人 为了保护周湘王 战死沙场 无一退却 所以历史上称富城 是春秋第一中城 这一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 因为大家要注意富士 在他这个姓氏历史上 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他刚刚得姓的时候 富城开始得姓富 他的人口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想 几百个复兴人一起战死 几百个人 如果没有在当时战死 经过这个两千多年传下来 那富士要多少人 难以想象 咱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数字小看了 比如咱们先我随便举个例子 为了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 现在第一大姓是理性 全中国的人口超过一个亿 全世界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国家 只不过十几个 换句话说 理性 一个姓氏 抵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口还多 但是 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南方 特别是福建 广东这一带 他的理性 很多 大部分 都奉一位老人家 叫火德公 为自己的始祖 火德公是宋朝人 离开今天一千多年 但是今天就这一位火德公 他的后代的人数 超过一千万 大家想想厉害吧 这个子子孙孙啊 几何基数的繁衍 人口增长很快 所以父姓在一开始 就损失了很多人 一下子几百个 第一第二批姓父的人 一下子牺牲了几百个 这个一只父成 是父氏的德姓施主 这一只被称为齐郡父氏 他的郡旺是齐郡 第二个源流 源于江姓 出自春秋时期 鲁国公主大父 叫夫妇终生 公主也就是鲁国的国君 这一脉 他有一个大父 叫夫妇终生 他这个夫妇是父姓 终生是名 夫妇终生是鲁国的大将 骁勇善战 曾经击败过北方的 这个民族 北狄 他的路侵 并且勤获他的首领 所以是非常骁勇的一个人 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 在夫妇终生的后裔子孙当中 分化出很多姓氏 夫妇 这是一个父姓 现在几乎看不到 第二父姓 第三宗姓 忠于的忠 忠于看到你的忠 第三一口忠的忠 敲忠的忠 忠信 还有僧信 也就是外僧的僧 这个字非常少见了 舅舅外僧的那个僧字 分出好多姓氏 世代相传 这一字就是几英富氏 第三个源流 源于蒙古族 这个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四个源流 源于满族 满族 用父做汉性 也非常多 而且其中 有好几支 非常重要的满族 另外一个源流 源于西伯族 赫哲族 达沃尔族 立宿族等等 这些北方的南方的兄弟民族当中 都有父亲 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 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要给大家介绍 立宿族里边 父亲的来源 这个故事说起来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 有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 他的名字叫 James Austram Fraser 他姓 Fraser 大家听到吗 他这个音有类似于负的音 所以他到了中国以后 就请求清政府 当时清朝还没灭亡 说呢 我要取个汉信 叫 富能人 能人 在古代 还曾经是佛陀的一名 我估计 这位传教士不知道 因为他是 反对佛教的 对吧 不然他不可能用这个名字 他说 我叫富能人 我能够去做爱人的事情 能够去 推行人意 能够最后成为一个有人意的人 所以他叫富能人 这个人 深入到西南地区去传教 他当时的初衷是去传教 但他后来引发的效果 跟传教倒没多大关系 富能人 祖籍苏格兰 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 刚开始 富能人 一点立书语都不懂 他怎么会懂立书语 那时候全世界 对立书族都不太了解 他就把立书语 他听到的 用英文的符号 记录下来 富能人看到 那时的立书族人民 生活比较落后 他觉得 要从教育路上 才能提高 他们的生活水准 于是 这一个苏格兰的外国人 承担起一个重任 什么重任 为立书族创造文字 你看有意思吧 1915年 立书族的文字创造完成 被称为富次文字 这个字母的组合几乎就是大写的拉丁文字母 只不过有的字母倒过来 有的字母反过来 用来表示 立书族语言的这个特点 同时标上音调 还把立书族语的音调给记下来 从此立书族的人民 他的后代了 当时的那个立书族人民的后代 可以接受教育 可以把自己民族的记忆 用文字记下来 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富能人在立书族当中 工作了整整30年 1949年 也就是解放前后了 1949年 他去世在云南 就死在自己热爱的立书族 他们这个中间 中年63岁 他也葬在云南 就葬在那 所以立书族 很多人为了纪念他 取了他的汉姓 作为自己的汉姓 姓富 但是富能人是苏格兰人 有意思吧 所以立书族里边的富姓 人口还比较多 来源是因为这个 满族的富士 是今天 富姓家族当中 最为庞大的一致 这一点一定要强调 所以在今天这个富姓人群当中 满族的比例特别大 在历史上 富姓 也有过非常多的有名人物 比如五代时期著名的画家 富九 这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现在流传下来的有 米勒内院图 白衣观音 文书地藏 慈恩法师 等等的绘画 都是他画的 所以他是一个 非常擅长于佛道化的画家 富碧 这个就太有名了 我们稍微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 都应该知道富碧 北宋时期著名打成 自燕国 洛阳人 在庆历二年 1042年 为知之号 当当那个官叫知之告 当时辽兵 重兵押近 复辟 奉命 出使辽国 拒绝割地要求 绝不割地 只不过答应 增加一些税币 因为当时每年要给辽兵一些 呃 私仇啊 啊 一些钱啊 他为了 不打仗 他认为 还是给点钱好 但是割地是不行的 他拒绝割地 就是复辟 那么复辟 有一段时期 曾经遭到诟病 认为他是投降派 不打 其实不是 他并不是投降派 他只不过认为 能够维持和平 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而且当时宋朝 并没有力量 向北作战 啊 所以他建议宋生中 二十年口不言兵 加油六年 一零六一年 以母上 罢相 啊 后来 英中继位 又被招为苏密使 啊 呃 后来他大概脚不太好 有足疾 生病 被封为正国公 啊 后来苏密使不当了 西宁二年 一零六九年 再次担任丞相 所以复辟担任过好几次成相 竭力反对王安氏变法 啊 后来就说我不干了 我告退告退啊 呃 最后他在晚年退居洛阳 但是坚持一贯的态度 反对王安氏变法 要求废止新法 复事 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 特别是对东北的朋友们 因为东北啊 呃 经常还比较多的可以碰到姓富的人 啊 因为有满足兄弟的后代 啊 印象当中他好像还可以 虽然不是大姓 但是好像也不至于太小 实际情况是 父姓非常小 在中华百家姓的排行榜上 都没有排进前五百位 今天的百家姓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